非常謝謝凱軒 那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要自我介紹 我是哲學進去台中的志工 那其實我要工商服務一下 我也是這個好民話行動的這個發起人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報告者 來這個地廣場做這一篇的調查訪問 然後我覺得一個 剛好就有一個因緣際會之下 剛好因為我們好民話行動 這個協會呢 我們在台中做了一個一廣的東南亞訪調 那我們招募了一群志工 那希望可以真正的回到我們的社區 來了解說我們生活這塊土地 這塊社區裡面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很榮幸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我就去 我就跑了一趟台北 那我就跟這個報告者就談說 可以如何做一些訪調上工作上的合作 那當然報告者也對於我談到這個一廣的議題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報告者也很想要來做這個主題 那所以我覺得很不簡單就是說我們平常我們看到了一般的主流媒體 在從事所謂的報導的時候呢 其實很少有做深入的調查報導 當然也是有一些媒體都也持續在做這部分 但是反而回到主流媒體上面這樣的媒體是不是越來越少 那所以你也看到說在網路上就剛剛也有一個老師談到說 他現在在做媒體試讀的工作 我們就看到說很多在網路上的鄉民 喜歡講說小時候不讀書就長大會不知道怎樣 那所以說我覺得說這個包含說對於記者的工作 那我覺得說可能很多人有一些人是很憧憬的 可是很多人也充滿了誤解 或者是說也很多人對於他有覺得有不好的印象 那不管你的印象是如何 回到報導者身上我覺得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像報導者包含剛剛我們在後面的佑恩 然後還有詠達他們兩位其實是真正的在這邊住點 在這邊租房子耶 在地廣場租房子租了兩個月 租套房租兩個月 在這裡做田野工作 這是人類學者才會做的事情啊 通常這是在人類學家在做的事情 那他們在這裡住了兩個月 然後仔細的透過觀察紀錄訪談等等 從針對不同的對象包含了東南亞的移工移民們 那還有包含說我們在地的這些商家 甚至對於我們整個台中市政府的官員 各個局處的相關的公務部門的人員 他們是整個很全面的去做了一個很深度的一個調查 那所以你就看到他們有產出好像就兩篇文章 那兩篇文章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說我們必須要給像報導者這樣一個媒體多一點的鼓勵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其實我台灣的社會一直不會很 不會很吝嗇於給一個認真的機構或媒體 或是包含個人給他們很多掌聲 那可是我覺得這樣的掌聲還不夠大 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台灣社會去理解 去了解這樣的一個媒體的存在 尤其說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你每天應該都會罵媒體對不對 可是你是也是每天就很準時 身體很誠實就把電視打開了 對不對 然後邊看邊罵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到底我們台灣人也要去思考說 我們如何去對於媒體的改革的工作 每一個人即使你不是一個媒體從業者 從一般公民社會的立場 我們公民社會如何去透過監督也好 透過實際的改革行動去參與也好 如果有好的記者 他們想要挺身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去支持這樣一個好的媒體 好的記者 那我們做哲舞 就是我們哲舞是一個很小的舞台 所以這個小舞台你看這樣一些人 我們就已經擠爆了 那可是雖然我們是一個小的舞台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透過哲舞 這樣一個媒介 那讓像報導者還有更多好的 這些有理想的這些媒體工作者 他們也許有機會在哲舞這樣一個平台上面 他們也可以來跟大家談談說 他的工作還有包含說我們很關心的 這個在地的議題 其實像哲舞台中我們做一個 因為很多人都聽過哲學星期五 可是哲學星期五在台北台中高雄各個地方都有 可是每個地方都是獨立運作的哲學星期五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我們在台中的哲舞 我們很常談我們自己台中在地的議題 還有談我們社區上的議題 正在發生的一些議題 所以我們其實蠻在地性很強 那也就是說我們真的要回歸到社區裡面 來談我們自己想像中的這個社區的事物 那我覺得待會也許是不是就是 我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讓詠達 那他可以來多談一點說 他對於這個地廣場的一些觀察 也許他待會應該會談到一些 他報導裡面所沒有提到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來拭目以待 他待會做哪一些的分享 那待會呢 他的分享結束之後 我會留一些時間 讓我們現場各位朋友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一些討論跟問題的QA 這樣子 所以你待會如果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可以在這個第三段 第三個階段這個部分 QA的部分 我們可以 你也許有一些問題想要問 或者是說你自己也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不管是對於媒體的部分 或者是說你對於我們在地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媒體工作者也來到現場 更多的是我們台中市民朋友 來到我們這邊 你對於低廣場的想像是什麼 剛剛有人不同的面向來提到 有人從這個政府的角度提說 新南向政策 到底應該要什麼樣做成什麼樣的政策 可是也有很多其實重點是 我們台灣的公民社會如何去想像 所謂的東南亞 東南亞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架構 可是你要知道東南亞有不同的國家 東南亞超過十個國家了 所以每個國家又是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所以當今天有不同的人來到台灣社會 那我們現在常常會講台灣文化嘛 那我們要的台灣文化是什麼樣的一個文化 是作為一個可以容納多元性多樣性的一種文化 還是說我們只能容忍只有一種的這種文化呢 那我們要去思考如何去建立我們自己台灣人想要的那一種的台灣文化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是不是 把時間就先交給永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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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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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 喂,喂,喂,好,非常感謝今天這麼多人來捧場,真是出我意料之問,就是這個題目是我跟宥恩,我們就是四月份,然後在地狂這邊租房子,然後大概前兩個禮拜的時候推出的一篇報導,那今天,因為我剛剛聽了很多,我剛剛聽到的就是大家自我介紹, 我覺得都還蠻精彩的,所以我想說待會可以留多一點時間,讓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然後簡報部分,我想說就盡快講一下,那我今天分享就分三個層次,剛剛很多人會提到的,就是也蠻好奇,像這樣子一個公益性的媒體是怎麼樣子做的,然後另外再來就是我會講第一廣場,我做的這兩篇報導,然後它裡面是在講些什麼樣子的故事,然後再來最後,會再有一點時間來分享一下,我在裡面採訪, 然後第一個,就是剛剛其實很多人都在講就是,現在幾乎每一個人應該都可以找到一兩個理由,然後來批評一下我們現在的媒體,但我自己,因為我自己身邊也非常多的,很多朋友都在做新聞工作的,就是我們會更理解,現在媒體狀況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你記者在裡面,你真的能做到的事情很少, 那我們自己的創辦人,他是天下雜誌以前的種族筆,他叫何榮信,他就是對新聞這個工作,他做了非常久的時間,然後他對這個東西,對新聞工作一直也很有熱情,那他就是會在想說,那要怎麼樣子來改變這樣子一個結構, 所以後來他就出來做了一個新媒體這樣一個新的平台,那,我們就,就是基本上來講,這個是我們辦公室跟我們團隊的照片,然後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到底媒體那結構性的問題會出在哪裡, 其實最根本的,最簡單的一個應該就是來自於成本的考量,就是你看你現在每天打開這麼多的電視台,你這麼多的媒體,那但是現在你的內容沒那麼多,而且媒體的老闆又不願意花那麼多錢在投資我們做新聞的這個基礎之上,那我們就每一家媒體都會變得去緊縮它的成本,變得像最直接的,我們在各個地方,其實各個地方的新聞中心就已經猜測了,然後還有很多人, 很多的媒體,然後再加上因為時間成本的考量,所以很多的媒體,記者,比我更優秀的記者非常的多,比我經驗更多的記者也很多,但因為這個時間成本的考量,可能讓他們沒辦法有這麼久的時間,像我們這樣子可以花一個月的時間做一個報導,這件事情其實蠻奢求的,那,所以我們這個問題,就是也剛好就是報導者,然後他覺得,嗯, 因為過去的這幾年,然後地方的記者,就是地方的新聞中心猜測,你變得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各地發生什麼事情,像花蓮,台東,像我們之前做的關於武清,我們也在高雄待了很久時間, 然後我們前陣子做了一個桃園新屋大火,一年之後我們再次追,追查到底當初發生什麼事情,然後還有包含花蓮,就是泰魯格的,就是採礦的事情,就是挖砂石的事情,然後再包含現在,台中地獄廣場,就是很多地方你其實不知道,他這幾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嗯, 所以我們之前,我們自己在內部,我們就常開玩笑,就是我們在做的什麼,我們就在做一種耐得住寂寞的深蹲,就是,就是你可以在一個地方待一點時間,然後你可以很,就是比較仔細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然後這些事情可能是過去,在台北的,以台北為中間媒體,他比較少去關注到的, 那,再來就是,就是算是中理推坑嘛,就他那個時候就是跟我們介紹第一廣場這個題目,那我自己也對這個東西是很好奇的,因為我自己,本來我就在台中念高中,那我跟很多在座的人一樣,就是在我國高中的時候,第一廣場是我會去的地方,但後來我去了台北念書,就是在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回來,你就會突然覺得,這地方跟你以前熟悉的第一廣場不一樣了,他有很大的變化,你對他有好奇, 你根本不知道這幾年發生什麼事情,那我自己本身也對這題目很有興趣,所以,後來我就認領了這樣的題目,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們,就是本來,因為他們主要這個地方,熱絡時間就是周末六月嘛,就大家可能有去逛的時候,都大概知道這件事情,那剛開始我們就是,往返,然後就是每個周末來,就是來了一次吧,來了一兩次之後,我們覺得,這樣子,就是你很難去真的深, 實際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然後包含這裡的店家,跟周遭的居民,所以後來我就,跟我們編輯部說,那,就是讓我們,可不可以在地廣場就找個,就租個房子,我們就在這邊生活,就是你可以每天,就是更近距離的觀察他們,那,我可以問一下,就是有看過這兩篇報導的,舉下手好不好,就是我看我會不會把東西講快一點, 好好,那大家都基本有看過,就是,其實在這裡面生活,我第一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東西,就是他們的,作為人性的那一面,他們欲求的那一面,就是他跟我們一樣年輕,就是很多人都比我更年輕,然後每天做的工作,從早上,在工廠裡面工作都非常的反覆跟繁瑣,那基本上他在那裡,工廠裡面的生活,他也很難,他連到晚上都有台灣人看著他們睡覺,就他那個生活狀況是非常壓抑的, 他跟你一樣有生理需求,跟一群男生一起工作,然後你,所以對於週末的時候,他們到這地方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交場合,就是男生跟女生都突然在那個時間點,大家都有空了,你可以大家到這個地方來,那,所以一廣,在裡面寫,就一廣成了一個搭訕的江湖,我覺得有些東西非常有趣,我一個,我記得我第一個在這裡認識的一個越南朋友,我們花了整個下午,大概四五個小時時間,我就跟他坐在一廣的, 二樓那邊就吃瓜子,然後他就一直在跟我分享說,他覺得哪一國女生比較漂亮,結果我們就坐在那個地方,看著手不提上來,他說這個漂亮,然後那個不漂亮,然後就跟我說,這個的腿很漂亮,就是,就是你會覺得他跟你很親近,就是你跟男生跟男生,你自己在外面逛街,你會跟你朋友聊這些,然後,所以那一次的採訪,其實基本上,我跟他們的互動都不太算是在採訪, 我基本上不會拿筆記本出來,就他一邊講,我在那邊邊寄,就基本上都是一個很自然的聊天的狀況,然後他講什麼,然後我就會,你就適時的,就是給一些回饋,你也覺得,這個不錯,那個穿得很短,所以,基本上這地方成了一個搭訕的江湖,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當然就是,我裡面寫到一個,泰國的,泰國的一個移工, 就我那一天是,跟我的翻譯,就是我們一起去找他們聊天,然後他們在那裡唱歌,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他就剛見面,然後就跟我旁邊的翻譯,就在那裡,他們用泰文在聊天,然後他就說,他就問他說,你是念什麼的,然後我朋友就說,他是念醫學系的,然後說,那你以後是醫生嗎,那我心碎了可以找你醫嗎,就當下就覺得,哇賽,但是太高招了,就是,非常的優秀,就在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子一個, 那個情欲的流動是非常自然的,然後,就是你可以更細部的,你知道這個地方的一個互動之後,然後你慢慢的,我就一直會有些好奇,那因為我們本來一開始鎖定的題目,其實本來很單純,我們就想知道,第一廣場為什麼活下來,它是一個被移工撐起來的經濟體,是一個你過去都一直覺得沒有消費力的一群人,他們居然撐起了一棟大樓,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對這個選題是有興趣的,但你在這地方, 生活一段時間之後跟他們互動,你會更對他們的更多生活,以及在裡面的一些互動,你會更好奇,他們除了在這裡消費,那消費的背後是什麼,依著消費之後,生長出來那個社會結構,跟他們自己內部的一些,就是社群之間的互動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們慢慢的,就是把題目就想說,那我們想得更深, 來這裡除了滿足他們消費跟欲望的這些滿足之後,那它的在下一步是什麼東西,你會看到他們在這裡,就是它的流露出來的感覺,會是非常自然的,它的所有肢體,你都可以看得出來,然後這些照片是我們有人拍的,就是,你看到他們在這裡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就是他們第一個是他們在唱歌的,就是在家舞廳的照片嘛,然後這個是他們越南的卡拉OK,就是專門就是,裡面都是越南的歌,有舞台這樣,然後這個,第三個是他們在裡面就有擺攤像賣色氣球這樣子的地方,然後,再來這個是,再來13樓的菲律賓教會,就是你會慢慢的想說,那除了滿足他們吃, 就是這些基本上吃的東西之外,還有什麼,像這個13樓的菲律賓教會,我覺得就非常的有趣,就在這地方,你就是滿足了,就,像信仰這件事情,他們也可以在這地方獲得滿足,然後在這裡我認識一個,這裡的,呃,職士吧,他叫Richard,他在這裡待了很久時間,大概待了11年的時間,他那時候就在跟我講說,呃,他在這個地方,因為他們剛來的時候,你每一個人,你到意向去, 工作,你一定會有那段時間,是你很難適應的,然後你中文還沒有那麼流利,然後你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那你每天一進來,一睜開眼睛,就是你的雇主在,叫你做很多事情,那你那個壓力會是很大,然後你聽不懂的時候,你就會被,很嚴厲的罵,然後你又必須住在他家,就他會有非常多的壓力,是他沒有出口的,他的,而且他又沒有像是在工廠工作,他會有,同事可以聊天,他就在家裡面,那個非常 私人的環境,然後他在那環境裡面,所以,他跟我講說,如果沒有,每個禮拜來教會的話,他覺得他一定會瘋掉,他那時候就說,他剛來台灣的時候,就是說,他的雇主叫他把,那個冬天棉被,拿去洗洗,然後收起來,然後他以為收起來,是要丟掉的意思,然後他就把他丟到垃圾車裡面,就這件事情就是,讓他,他那時候就,被非常嚴厲的罵,然後他就是覺得非常害怕,所以,十幾年來,他就覺得這樣一個, 為什麼他說他十一年來,他每個周日都要到這個地方來,他因為他覺得信仰這件事情,除了對他重要,對其他他的同鄉也很重要,然後他就每個禮拜,他都一定會想辦法請假,然後到這個地方來,然後來幫大家服務,然後,就是,然後這個是,呃,第六張圖,就是,如果大家有看,他在綠川家蓋廣場前面,就是一個,呃,帳篷,然後,我記得這個地方, 也很有趣,就是我們大概,應該有,有一些朋友會知道,像在中區這邊,幾個主要的計畫,其中一個就是綠川家蓋,就是這個廣場,在十月份的時候,他會被拆掉,就是掀起來,所以就沒有他們現在在這裡聚會的地方,然後我記得那一天下大雨,然後我就是跟著一群印尼人,就跑到帳篷裡面躲雨,然後我就在那裡跟他們聊天,然後就說,欸,突然想到說,那你們知道接下來你們站的這個地方,他接下來要開蓋, 然後他們就非常的驚訝的,就是轉過去,然後就跟他的同鄉在講話,然後後來,過了一陣子之後再跟我說,他們完全,就是他說,我,我,呃,我不知道,然後說,呃,那這樣子我們又少一個地方可以去了,就是,呃,綠川開蓋這個計畫,他們有做過很多前期的訪問跟調查,但我那時候在跟水利局的,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就是他們沒有去直接去, 去訪問到,在這裡最直接受衝擊,在這地方活動的人,是這群在這聚集的印尼移工,但他們的訪問過程跟前期的規劃裡面,他們不會去直接問到,直接受影響最厲害的那群人,他們問了很多周遭的居民,他們也問了里長,他們問了在外面的外配,就是不在這裡活動的外配的教師,就是,他們問了很多人,然後覺得,開蓋這件事情是大家都要的, 然後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政策,呃,呃,呃,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地下社會,就是,他會很有趣,他那個地下社會,除了,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就是他消費滿足之外,然後我在裡面有提到,就,第一廣場,剛剛有人說第一廣場的外形還叫墓碑,就是,像第一廣場這個地方非常的特別,在全台灣有這麼多移工聚集的地方,像第一廣場這樣是以整棟大樓,然後四個國籍的人混聚在裡面,是唯一一個,然後他 他非,而且他的量體又非常的大,在這裡大概有近八百間的店家,就是專門在提供這樣子,東南亞移工的人來這裡消費,然後,呃,我們據,就是從,金發局這邊的統計來講,呃,以我們整個台中,就是中張頭,加上,苗栗跟雲林,五個縣市,我們這裡一共會有十七萬的,以移工在這地方聚集,這十七萬的,就已經占了台灣的三層,然後我在這裡訪問的過程當中,其實他並沒有, 並不只只有中部的地區的移工會來,他是一個,台灣人很陌生,站在移工的社群裡面,第一廣場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我在台北車站的時候,也會去那邊問當地的印尼人,你們知道,因為他們都叫這地方叫比拉米,就是你們知道比拉米嗎,大家都知道,然後桃園的泰國人也知道,就是他在,在他們這個社群裡面,他是一個很紅的地方,一個泰國人跟我說,他們剛來的時候,在社群裡面就講,你如果剛來台灣,你不知道 你知道去哪裡,就到第一廣場去,就是你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你不知道要來,要做,週末你放假,你不知道幹嘛,你就到第一廣場,他在一棟大樓裡面,你可以買東西,吃東西,你有你的娛樂,你可以在這裡認識很多朋友,就是對他們來講,這個地方是有一個不一樣的,象徵意義存在的,然後他們,所以他們都會想到這個地方來,他不是一個只供應在中張桃,中部地區的,他是桃園,台北,我在訪問過程,我們遇到了,問到非常多,是從, 台北,桃園,然後南部,從,台南,高雄上來的,就是,因為你們同鄉的人,你如果,有的在台北工作,有的在台中工作,有的在台南工作,對他們來講,最好的就是中間的,就是台中這個地方嘛,就週末,你跟家人朋友要聚集,要聚會,就約到台中這個地方來,他又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然後這個是,他自己長出來的一個經濟體,另外一個,也因為他大樓的這些,這個,建築體,這,自己本身特殊的存在, 我在訪問,台大城鄉所的,王志宏老師,他做過非常多空間的研究,然後他有做過非常多,像這樣,族裔經濟的研究,他自己就,他自己覺得,像這樣的地方,他非常的特別,因為他是一個,摸字型的大樓,大樓,我們自己在看,台北,桃園,跟很多地方,他們都是一個區隔開來,譬如說,我們在,台北車站的旁邊,有一條印尼街,在北平西路那邊,在過去中山北路,有所謂小菲律賓,就是,呃,菲律賓, 就是,他在各個地方,他是街區,平面的街區,這樣子,一個一個,區隔開來的,他不會像第一廣場,那四個國籍的人混居在一起,而且,平面的街區,他有一個缺點,就是,你外面的人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們在幹嘛,但在大樓裡面,他,會需要有一種遮蔽感,他在裡面,才可以長得出,像,呃,Pub,Disco,然後非常多卡拉OK,跟很多他們娛樂的這種東西,旅館等等的,他是滿足了他所有的需求,這種很, 因為,你在平面街區裡面,他還是跟台灣人一起混居的,就是,那種地方,會讓他只供應了最基本,他飲食的需求,你在更深的那個層次從飲食之後,他們其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很難在這些平面街區裡面,獲得滿足,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第一廣場是一個,非常絕無僅有,而且非常特別的地方,而且他是在這十年,就是,市政府跟台中人,就是,沒有去關注他的情況之下,他自己長得好好,只是他沒有拿過, 他自己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他有非常多的人來這裡消費,他也不需要人家補助他,他就可以自己長得出,他們,就只經營四個週末假日,他一樣可以存活十幾年,而且,我在那裡問的店家,很多店家是等著排隊,他們排了兩年,還進不去,就是找到一個攤位,他已經溢出到周遭這個地方來, 然後連齊樓的街道都擺滿了攤位,就是他是一個,對他們來講,是個熱絡的經濟體,這個封閉的空間,跟這樣子的安全感的氛圍,然後長出了,他們很多在裡面可以從事的活動,然後,譬如說,我在裡面其實也有提到, 有兩個,我認識兩個越南人,就是,我覺得台灣的這樣子移工政策,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你大多數你在跟他們聊天過程,都會去問他們,在來之前是做什麼的,他們大多數人,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這樣子,他本來就做藍陵的工作,有很多他本來在那邊,他當老師,他在銀行工作,他自己開一個小工廠,他是木科師傅, 他在越南自己開理髮廳,然後他會理頭髮,但這些事情,在進來台灣之後,一切都不重要,他就會給你一個編號,你在工廠裡面,你會有你公班的編號,或者是他就直接幫你取一個中文的名字,就是,你可以有你的名字,但他不會知道你越南的名字是什麼,也沒有人在意,那他進來之後,他所有屬於他個人的那些特徵被抹去了,他在工廠裡面工作,然後也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乎他以前會什麼,跟他做什麼, 工作的,但他在這個地方,他可以自己重拾他原本有信心的那個工作,他可以在這裡幫人家剪頭髮,然後他可以在這地方組樂團,就是我認識印尼樂團,我們說他在這裡表演,就他們自己本來有他自己專長的地方,然後那個東西才是可以讓他展現自我的東西,那因為第一廣場這個充滿有安全感的地方,然後才會有生出來這樣子一些,我們看起來是非法的,但我不會想說,說他是非法,我覺得,法律這件事情,本來是非法的,我覺得,法律這件事情, 他本身是可以調整跟變動的,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可能待會時間我們可以再討論,那就是因為這樣子,他在這裡可以實現了除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到更高層次我們說實現自我,在馬斯洛的這個需求的三角形裡面講的,就他可以照更高實現自我這樣子的東西,然後再來右下角,就是很多的人會在這個待地廣場的感覺,當然會覺得這地方陰暗髒亂, 然後他跟很多人在這裡喝酒,就是右下角這個圖片,我們那時候也在跟這邊喝酒的這個印尼的移工在聊天,然後我記得那個,就是跟他聊天過程讓我印象蠻深刻的,就是我們剛開始跟他們在聊天的時候,也聊得很開心,然後說要幫他們拍照, 然後突然間,他們也在那裡擺Pose,然後我們想說一切都很好,那突然間有人就是過來搶,搶那個右恩的相機,然後我們就想說是怎麼回事,然後我們旁邊,印尼的翻譯就過來幫我們問,然後問了一下,他就把我拉走,然後他又說,剛剛那個,剛剛他們在講說,你們拍這照片要幹嘛,你們要上傳臉書嗎, 我不想讓我媽媽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就是,你會發現他跟我們的需求跟想像一樣,你沒有人會想要你在這個地方過得很長的樣子,然後被你的家人看到,那他也一樣,他也不喜歡,他也沒有想要讓自己過得壓力這麼大,但你在平常的工作的空間裡面,就造成了他的壓力這麼大,他週末總要有一個讓他宣洩自己壓力的地方,可能有很多人,譬如說, 可能有菲律賓的人,他透過疏解他壓力的方式是去教會,那如果沒有教會的,或者他沒有那麼強烈信仰的人,他該怎麼辦,那很,很簡單,我可能也會週末的時候想找朋友一起喝酒,就把自己灌醉,但是反正就是六月的時間,時間一到,我只要我又要回到工廠裡面去當那一個沒有身份,然後重複工作的人,那這樣子的空間對他們來講,很重要,不然你根本沒有辦法想像他的壓力到底要如何宣洩, 那再來第二篇,就是第一篇我想要講的就是,第一廣場,他是一個自己生長出來的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跟他自己有他自己特殊的網絡,跟他特殊的文化,那他也是台灣絕無僅有一個這樣子移工聚集的地方,那再來就是,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現在台東市政府有想要推東協廣場這樣的一個計畫, 他在預計今年七月份的時候要正式掛牌,那我們就是有看到,像在地獄廣場周遭已經開始有維持一些鐵,就是維理準備要施工了,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去問了台中市跟這個計畫相關的幾個局處, 包含像金發局,勞工局,然後警察局,然後社會局跟水利局,就是幾個跟這個局處跟這個業務相關的,最主要的當然是我們知道是金發局,因為金發局會有第一廣場一到三樓產權,他同時間又肩負著經濟發展這樣的一個重要任務,那對於第一廣場的想像跟定位,我們在訪問,就是金發局局長的時候, 他會有非常多對這個地方未來激勵的想像,就是他會希望這個地方,因為他們都一直會覺得,你看在對面像公園眼科週末這麼多人來,你難道為什麼這些人就不會想來第一廣場,你也想要讓這些外籍的新加坡港澳的旅客,然後可以到第一廣場這地方來消費,那所以他們會有比較激起在做一些招商的行動, 那其實,可是你在問他說,那你到底希望地廣場它在未來最遠的地方,你希望它長成一個什麼樣子,你有沒有做過跟國外的一些相關案例的殘照,那你們在這地方做過多少,在這地方消費需求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市場規劃的一些研究,就他們沒有任何招商說明書跟在這個地方做過的一些相關的研究,那但是即使沒有研究,但也沒有關係,因為 已經大家進來投資了,就是已經有,我訪問到的像那個堡萊營造的董事長,他已經進來買下四樓跟十二樓,然後五樓就是在產權整合之後,他還想要再買下來,那其實我在訪問他的過程裡面,就是其實有很多他講的話,我沒有多用進去,因為他其實我覺得他的想法也沒有錯,而且他也非常的明確,他希望這地方是像華山文創這樣子,他是一個文創結合商業的地方, 然後他接下來他希望可以像微風商,因為台北車站的微風廣場,台北車站以前也是一個移工聚集的地方,他希望更遠程是像微風廣場這樣子,他可以一層樓一層樓的買下來,買下來之後他可以整棟樓重做,就是包含外皮,全部就是重新拉皮,然後在裡面的攤尾可以全部重新規劃,然後就是管線東西全部重拉, 然後他再多請一些保全來吧,他覺得沒有遵守這些秩序的,就需要更多保全來把他們趕走,就是請他們離開,他希望這地方是一個明亮有秩序的地方,是一個台灣人跟外籍的消費旅客要進來的地方,然後他希望這地方不要只提供低價的東西,他希望他的價位是可以是在中高價的, 那也非常的明確,就是他接下來已經開始陸續在做了,那再來,但是這件事情,就是我覺得他們沒有做相關研究,但也沒有關係,因為後來我去訪問了城鄉所的王志宏,就是王老師他對於台灣這樣子族裔經濟的研究,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包含像在台北,然後台北的緬甸街, 然後印尼街,以及他在那個安河市場,在木柵那邊的一個市場,他有做過研究,還有桃園,就他做過很多這樣子族裔經濟體的研究,然後他之後,他做過非常多年相關研究,然後他其實這個這樣子的計畫案,台中並不是第一個做的,在台北2004年的時候,在雙城街,也就是在中山北路那地方,他就有做過國際街這樣的一個規劃,然後後來就是最終就是慢慢的, 本來聚集在那地方的就離開了,然後最直接的,像我們看到的就是在台北車站,他本來在樓上也是非常多東南亞店家,然後微風光臨進來之後,他們就全部外移,就是印尼人在北平西路,然後菲律賓人在中山北路,他自己就是擴散出去, 那這樣的東西,王智隆覺得就是你最根本的是沒有考慮到階級的問題,就是這些人除了是東南亞的移工之外,你不能否認的就是他從事的是藍領的工作,再加上他必須比台灣一般的藍領工作者,再多付出非常多的仲介費,勞健保,然後以及還有時速費,因為他們在工廠都要在,就他最後只會剩下一個月幾千塊錢, 然後他有母國龐大的債務要還,他還要寄錢回家,就是他到最後可支配的支出,可能就幾千塊錢,然後你希望他在這個地方規劃成是中高價位的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是他會是很自然的一個排擠的效應,然後就是大概就是,所以那兩個就是,我那兩篇主要在討論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都會很好奇,就是我們在這地方待的時間很長,也沒有很長時間, 就大概一個多一個月,然後我們訪問的人,訪問的這裡的店家,附近的居民,然後政府的人,就是訪問的人很多,但最後我們在想,就是我們在寫報導的時候,你必須對一個議題很了解,然後你可能對你所有周遭的研究,你都必須要相關的東西,你都必須要知道這地方在做什麼,你才可以很有自信的去告訴別人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寫報導跟寫研究論文終究不一樣,我需要用一個顧問, 故事來讓大家覺得這地方有好奇,所以我在那過程裡面是,非常多的是一直在取捨,我到底要講多少東西,我到底要寫什麼東西,然後最後呈現出來是兩篇報導,然後我們希望一個是比較軟性的比調,讓大家覺得這是個有趣,一個很新鮮的故事,然後再來一些,我們做的比較詳細的政策的研究,就是告訴你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那就是在這個之前,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看相關的論文,然後跟專書,然後在這地方,其實剛開始一進來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講說,今天有趣的人說,你剛到那個地方,你會覺得自己格格,就是一種來到別人的地盤的感覺, 這種東西,這種感覺我也會有,就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也一直,剛開始會覺得很挫折,就是,這個地方你覺得很難打入那個,隱形的玻璃嘛,就是有一道牆好像把你隔在外面,你很難進去到底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所以,那時候,後來我們到這個地方來住,然後我們也找了翻譯, 因為一開始想說,用中文,用簡單中文跟他們溝通,你很難去聽到他們更深入的想法,就是他,比較內心的一些說法,所以後來我們決定還是應該要找翻譯,讓他們用比較舒服的語言,來講他們自己的故事,然後,就是盡量的,一直不斷的出現在他們面前,到後來,就是,其實到後來,到快離開的時候,在地廣場裡面逛街,就是,會有越來越多人跟你打招呼, 那就算是另一種成就感,就是,你可以走一走,就可以跟大家說嗨,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每,剛剛我在講,就是你一直要去試著去同理他們的感受,然後你會開始會去比較知道,譬如說像,我在13樓認識一個,也是菲律賓的,他叫Mavic,然後,他在台灣,他也在台中七期那地方做幫,就是家庭看護, 然後他那時候就花,我記得,我記得在一個下午,然後我在教會跟他聊天,然後,他就要跟我講說,他是,他為了撫養他的兩個小孩,他是單親媽媽,然後他必須要到這個地方來工作,但他已經來了六年了,就是他錯過他小孩成長的那個青春期,他跟我說,他現在已經不知道他的小孩喜歡什麼,他錯過他小孩成長的那個最重要的時間點,然後他說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女兒每次打電話回家,他女兒就問他說,媽媽,你什麼時候要回來,然後他就會一直跟他女兒說,再一下子,再一下子,等媽媽存到你上大學的錢,我就回去,但這樣的事情就是過了幾次之後,慢慢的他女兒也不會再問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然後他那種內疚感,對他來講很痛苦,他就在我面前,就是邊,就講一講,他就自己哭出來了,然後他就說,他女兒一直問他,媽媽,你為什麼不照顧自己的家人,要去照顧別人的家人, 就是他說他每次回菲律賓,然後他最害怕的就是,最後一天要離開的那個時候,就是,他最怕他的小孩開口跟他說,媽媽,我們可不可以送你去機場,他最怕那個場景就是,讓他的小孩看著他離開,然後,就是你在採訪過程裡面,很多時刻,你會聽到一些離鄉背景的故事, 然後你試著去同理他們感受,但我覺得,記者這個角色就會有時候有點,有點難以,就是你很難去辨別自己的角色,所以在,我通常每次採訪完就會,晚上就回到,我住地廣場嘛,就回到樓上,然後,有時間,我就會跟,就是像我, 我會跟又有人討論,就是今天遇到的人,然後講哪些事情,然後或者是,我就自己會,人格分裂,就是你需要有一個角色出來提醒你,你要是不斷地去質疑他們的,就是會質疑他們的說法,像我, 我記得我有挑戰過,像,我有問過在這邊印尼的移工,就說,你們覺得為什麼台灣人,都不願意來這個地方,然後,你們覺得這個地方的環境怎麼樣,就是,會,有時候你會去刺激他們,然後讓他們去講一些事情,然後我就問那個印尼的移工,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覺得這個地方很髒亂,但他也並不想要這個樣子,他說我在這裡,找不到垃圾桶可以丟, 就是,很多時候,你沒有去理解他們的說法,然後你就覺得,他們就是喜歡,印尼人都這樣子,他們就喜歡亂丟垃圾,他們喜歡把東西搞得很髒亂,然後,你必須要去,有時候去挑戰一下他們的說法,你會得到,就是,更真誠的一些回答,像在,然後我也一直不斷地去問自己說,為什麼第一廣場這個地方對他們重要,他們不能去其他地方嗎,為什麼其他的白人可以融入在台灣社會,為什麼, 像是東南南移工,他們就一定要聚集在一起,那他們如果離開第一廣場,去其他地方,他們,像台灣有很多可以逛街的地方啊,他們為什麼沒有想要去,星光三越,或者去一中街逛街,那為什麼就硬要聚在第一廣場,那這個地方是,是屬於誰的,難道,現在有人想要進來開發,我想要一個更高級明亮的百貨商場, 這樣難道不行嗎,為什麼一定要給他們,然後很多時候,你去挑戰一些自己的想法之後,就是,我後來慢慢地去理解到,為什麼這件事情對他們很重要,就是,一個外在的一個環境,讓他們必須要有很多人聚集,它才會讓自己覺得有安全感, 我們在,我們在,我們講它叫critical mass,就是,你需要,他們會,像在白人,他在台灣的社會裡面,他不會去感受到那麼明顯的歧視,或者是,外在社會對他敵意,所以他可以很自然地,個體地在台灣裡面活動,然後你,他不會講中文,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你可能會覺得, 哇,他講的,中文粗粗的,蠻可愛的,但對於一個東南亞移工,他在台灣店家裡面,他要用非常,呃,憋角的中文去點餐,對他的心理壓力會非常的大,而且他已經甚至不,很害怕,這樣子點餐,會對他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然後,為什麼他們一定要聚集在這地方,為什麼你會覺得來這地方,你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因為他很希望可以有一個地盤,一個地方是屬於他的,他不,然後他沒有那麼, 他在外平常的生活裡面,受到敵意,他沒有那麼想要台灣人,在週末的時候,我一樣要去處理,就是台灣人給他的情緒,所以你慢慢地會去理解,為什麼他們就想要聚集在一起,那這件事情對他是重要的,然後,所以基本上,對,大概就這樣子,然後,看大家有什麼樣子的問題,我們可以再多討論。 非常謝謝那個,呃,我們永達的,這個分享,那,呃,我覺得剛剛提到一些,他的,就是永達提到很多,尤其是有關於他在地廣場的,這個生活的一些經驗,採訪的經驗,那,呃,我覺得可能就是,呃,大家應該都會,剛剛,因為一開始自我介紹的時候,很多人, 因為我們在場大部分都是台中人,很多人都對於第一廣場,對於中區有自己一些,呃,特殊的記憶,然後有一些,呃,各自不一樣的印象了,那,呃,剛剛也,我剛剛其實提到那個,呃, 呃,老闆要投資的這個概念的時候,就是說,呃,當有財團想要進駐到第一廣場,那財團可能希望,賦予第一廣場一個,呃,呃,乾淨,有秩序,明亮的一個印象,然後可以透過一個,比如說像中高價位這樣,就是,他設定一個,他們在一個,可以,呃,行銷的一個,利基點上面,那,可是這樣,好像同時,好像有可能會被, 有一部分人就會被排除掉,那我覺得說,呃,姑且先不要去看這個,呃,所謂的東南亞文化,或,呃,外籍移工的時候,我們其實很有可能我們在這社區裡面的某一些人也會被排除掉,不一定是移工,甚至我們自己本地的居民也有可能會被排除掉了,比如說像,呃,在中區我們也有很多的街友,可能就是有人覺得街友不應該存在在中區,那會不會以後有台中市議員說,最好是要, 要噴水啊,還是怎麼樣,就有可能啊,齁,啊,就會覺得要受讚,齁,對啊,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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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情,難保不會在台中發生嘛,對不對,那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我們可能要去關注說,地廣場這些議題,那我們自己,我們成為一個在地的居民,怎麼去回應他,那,呃,我想說我不要用太多的時間,我們開放,現在時間,讓大家一起來討論,不管你是針對,呃,包含你對於這個,像, 像包吼這樣一個媒體,他們在從事,呃,採訪的一個過程,對他們這樣的一個,新興的一個,非營利導向的媒體是有興趣的,你可以提出這個部分的,或者是說你對於我們自己在地的這個地廣場的議題,你有什麼樣的意見或想法或問題,都非常歡迎提出來,那我先開放三位好不好,然後每一位,呃,用一分鐘左右的時間來提出你的想法,這邊一位。 好的 But Well